現在中國對台灣的策略有三個 我只想前兩個就好了 一個是下 一個是號 剛剛陸邦其實有發布說要軍演這個部分 是 這個對大陸的軍演我們就表示遺憾了 我們也不歡迎 這個現在兩岸其實兩岸的關係已經非常不好了 這樣一來的話 只是要徒徵台灣人民的一個反感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那關於這個演習呢 其實非常重要的就是國台辦他其實有清楚的指出 就是要針對台獨勢力以武謀獨 那這邊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呢 他們最主要是要選擇外兵準備要離開這個時間 這個當時佩洛西來台的時候呢 時機選的是一致的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呢 現在中國對這個台灣的策略有三個 我只想前兩個就好了 一個是下 一個是號 那下呢 最主要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不管是軍演 或者說藐視國會罪 對這是屬於下的範疇 號指的就是說呢 讓我們呢 沉浸在這樣的一個抗爭當中呢 然後試圖去製造 國內的一些暴力事件 然後使得呢 所有的焦點呢 不會往中國這個方向移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不能單單只看這一次的軍演 而是必須要從他們 從二月一直到現在的作為 不管是他們的法律 在我們的算盤裡面 在我們的算盤裡面 有的對方 乳酷